当地时间4月4号,美国波音公司总裁丹尼斯·米伦伯格在公司官网上发表声明,承认在最近两起波音737-8克机空难事故中,飞机自动防湿速的机动特性增强系统犯错,并表示将在未来几周内完成相关软件更新。 3月10号,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-8克机坠毁,这是继去年10月29号,印度尼西亚狮子航空公司空难事故之后,波音737-8克机发生的第二起空难事故。 米伦伯格说,两起空难与飞机自动防湿速的机动特性增强系统犯错不无关系。 米伦伯格说,737 MAX的相关软件更新已接近完成,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完成认证和安装。 埃塞交通部长达格·马维特·莫格斯4号在发布会上介绍了埃塞航空空难的初步调查结果。 莫格斯表示,飞行员遵循了飞机操作程序,但还是无法控制飞机,建议波音公司重新检查飞机控制系统。 莫格斯4号在未来几周围的初步调查结果。